另外每一週會跟大家報告一週定序的情形 後在星期一的時候 我們上一週是有增加5例的這個XBB的境外入 的減出病例 另外有2例是BQ.1的減出病例 這兩個是還是目前國際上最關注的這個 新興的變異株 特別是BQ.1目前大概在全球的這個占比 已經23% 在美國的部分已經超過一半 成為美國的主流株 那XBB則是我們在境外移入這邊其實還是主要 會減出到的這個新興變異株 可能跟我們在鄰近的東南亞的國家 都還有XBB在流行為主 所以這2個是目前國際上以及我們國內都特別 需要關注的這個比較具有免疫逃脫優勢 又有在流行的這個變異株 都是屬於Omicron的這個BA系列 那在XBB的上週減出 主要是來自於馬來西亞 有3例 泰國 印尼各1例 那BQ.1的話則是來自於歐美 1例是美國 1例是瑞典 那在整個減出趨勢的部分 我們上一週不管是本土或境外 BA.5仍然是我們目前 不管是國外來的或是國內流行的主流 病毒病毒株 可以看到在右邊這個是本土的減出情形 94%都是屬於BA.5 不過上週另外有減出3例的這個 我們本土首次有減出的這個新的變異株 叫做BA.2.75 這個雖然說從7月份開始 其實國際上就已經在流行 不過我們國內是首次有減出這樣的一些個案 這是一起這個北部的算是家庭群聚 是1位40多歲的女性 以及2位大概10歲上下的小朋友 一個是10多歲的女生 另外一個是小於10歲的一個男生 那這3位都曾經在6月到8月當中 有確診過 所以這次是在11月9號到10號的時候 因為症狀又被檢驗出新冠陽性那經過這個定序 之後也確認都是2.75 這都是屬於3例這個重複感染的一個情形 都是輕症 所以這是我們首次有減出這個2.75 不過在國際上目前看起來2.75的占比並沒有 增加到太多 目前都還是小於10%的一個流行的情形 所以我們還是比較需要關注的是剛剛那張手版 所提到的XBB或是BQ.1的一個流行 跟入侵的一個情形 在境外入的部分 目前大概BA.5有慢慢慢慢在減少 他的占比的一個趨勢 上一週的占比是48% 那可以看到就是說不管是XBB或是2.75 目前都有一定的大概20%左右的一個比例 BQ.1也已經 攀升到這個9% 所以目前這幾個新興變異株的互相的一些競爭 在國際上的流行趨勢 還是我們比較對於未來的疫情的發展 需要特別去關注的一些這個比例的情形 我們會在每一週每一週跟大家做這個定序 報告的時候再來做分析